回到1月7日的《啤梨晚報》 今天我們可以慢慢做 做到12點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反正沒有飯吃 所以現在吃著網友送給我們自己做 手工鳳梨酥 不說牠的牌頭 因為牠沒有叫我們宣傳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像粵餅一樣 因為牠最重要是 因為牠沒有防腐劑 所以不能放久 都是放一個月左右 你一個月應該吃完了吧 我覺得牠的餡料 就是皮就很好吃 平常我們吃的鳳梨酥 在台灣買的 一咬下去都會有碎 真的會掉到周圍 我拿了一條紙巾 這個當然也會有一點點 但是OK的 很好吃 很香 我剛剛吃完 好了 我們慢慢說 首先不要說我們 今天我看《文匯報》 《文匯報》 我沒有看《文匯報》 對不起 《文匯報》 因為《文匯》 其實我們樓梯有派的 我拿出來看看 其實牠是批評得很嚴厲 但用一些字眼就 你知道吧 比較溫和一點 叫你檢視 但是你懂得看 我覺得裡面也不是大有文章 只是說他們 你們每晚走遲玉淋 這些字眼 你知道在《文匯報》出這些評論文章 他們都選過了 嘩 那我覺得 我看不到有酒池玉淋 如果有酒池玉淋 是不是這個張什麼 張馬利 張馬利 這個也好一點 珍鳳珠 是啊 那個企業會 那個真玉淋 豬肉的肉 好了 我們慢慢說 豬腩肉 我們先整理好這些東西 謝謝